Hello 大家好 我叫张文嘉 今年29岁 来自美国 现在上海一家贸易公司任职销售主管 那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犹如红酒 需要慢慢品尝 如果我是你手中的那杯红酒 您会是那位懂得品尝的人吗 其实我们知道上期节目啊 因为我跟洛老师宣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位男嘉宾想再次重返舞台 而且洛老师呢还深情地朗读了一封信 你们好 我是曾经来过百里挑衣节目的一位男嘉宾 想向节目组提出一个请求 不知能否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回一次节目 再为这美好的缘分争取一次 站在第一次邂逅你的地方 大胆说出我对你最真实的情感 可以吗 万分感谢 但是这封信也有留着秘密 究竟写给谁的 还没说 还没说 不说一次 是 是我吗 就是 博文 皮特 我并不会跳 华尔兹 你能叫我跳吗 是不是 张编上呀 你能不能 帮我喂你吃一口 就一口 好 因为我曾经说过 我说你来一次肯定追不到我 我把这个给你 让你控制我的方向行不行 应该是送我乡薰的那位男生吧 你说你好像丢了你的微笑 我想帮你找回来 有四位女嘉宾呢 感觉有可能是找自己的男嘉宾 今天啊 这个人就来了 对 但他什么时候出现呢 我们不知道 咱们在一边跟这个男嘉宾聊天的 这个同事 一边等这位男嘉宾的到来 我们也真的非常想为大家揭晓 究竟是哪位男嘉宾 他为谁而来 是 好吧 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闪亮登场 欢迎男嘉宾许建聪 23岁来自香港 他是一名摄像师 哈喽 我给你冲 今年13岁来自中国香港 你在说什么呢 我叫许建聪 今年23岁来自中国香港 我的爱情宣言是 如果你敢拿幸福跟我赌 我就绝对不会让你输 好霸气 这话呢是我们的舞台对吗 对 我意思就是 是今天一定会带一位女嘉宾离开这个舞台 你这么自信 你肯定能够带一个人走 应该没问题 然后这个舞台我也不是第一次来 你来过吗 你呢 你见过他吗 我 我觉得这样 我没有见过你肯定见过 因为男嘉宾一边都出现在这个谁能百里调音里 我认识的都是女嘉宾 我想想许建聪 我想起来了 你是在欺负我老年痴呆症是吧 我真想不起来 你肯定来过 对一直都来 一直都来 是 至少这个舞台上就除了我一个男的 我们其他男的都在这台下是导演 对 你就有一种可能性 我现在猜出来了 你一直男扮女装 在我们这个女观众心上 也有可能的 我是这边摄像师 做过我们的摄像 对 我是一直在一号机工作 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因为一直在角落 一号机是哪个机位 这个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机位 难怪我们没有注意到您 走到我们的背后是吧 你在这大概拍过多少次 大概就几个月一直在这边 这几个月一直在这边 对 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猜测揣摩 你真的是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看中了某一位女孩子 谢谢 于是放下工作 从这里走了 是不是 对 谢谢 你这个头开得好 接下来她 她 她 她都弄戏回来 包括我们这个观众席当中 万一还有一些男扮女装的人 演得出来 好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我们看到的一号机的机位 将会由我们的男嘉宾来操控 那能不能这样去猜测 她如果一号机这个地方 待那么长时间 她对这八位可能会更熟悉 行了 那小雪 您就再回到这个舞台上了 我们相信你的判断 做摄像师在这里 和做男嘉宾在这里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做男嘉宾会有些紧张 对 摄像师一般都躲在后面的 那么我问你 借着工作之变 这么长时间在这舞台上 有没有跟那女孩子 故意接近过 没有 我比较害羞 没有跟她接近过 对 对 第一次是吧 对 想对这个姑娘进行表白 那这样 先通过你的才艺 让你先过票吧 行 谢谢 很高兴 大姐是吗 小姐 struggles 不愿别我 这对 我 有什么 大姐是吗 快乐 现在 不愿别我 这对 就不愿意 从来 我也又 不愿意 开玩笑 你 天 我特别想问一个人 因为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看到他一脸的目呢 十元五听懂他在唱什么了吗 没有 是日语吧 肯定是上海话 不可能是日语 是上海话 你觉得跟日语像吗 不像啊 对 对 确实是上海话 你知道他唱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前面 你再唱慢点 你再唱慢点 让十元五猜一下 来 慢一点 大姐 什么时候 是不是前面两支是那个洗脚啊 对 对了 后面呢 今天不洗澡就睡觉吗 不洗脚就睡觉 十元五上海话好棒哦 你这个淘江湖的歌 你看看在六十五票 要不我还可以再唱另外一个 对 谢谢 你如何会 承受杀戀 明年今日 未见你一年 谁舍得改变 离开你了十年 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 能别也听得到你说再见 这歌唱得好不好 我不敢说 但是我觉得你是我们台上最会找镜头的人 来 有请 在这舞台上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想知道十几号 骆老师 你跟我心情一样吧 我当然一样了 好 这个是个秘密 我们待会再来揭穿这个谜底 来 把车再按一下电脑 我今天专门就看了几位摄像老师里 喜笑颜开的 结果盼着你牵手呢 好了 对的印象怎么样 各位 大嘉宾你好 你好 首先我先尊称你一句老师辛苦了 因为我叫在咱们台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老师 然后其实呢我想说你穿的衣服特别有品位 也体现出了我们白里挑衣所有工作人员这个最生活的这种品位 不带这么拍马屁的啊 然后我再点一下你开始那个上海话版的日文歌唱的 拼了老命了 真的是 谭老师 我喜欢你支持你 谢谢 你好 男嘉宾 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我们台里的摄像师们 哦 真的 你很棒了 以后 你拍那边是吧 对 我是那边 所以我觉得一般了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千里迢迢的来到上海这边工作 而且在这边能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孩子特别不容易 哦 真的 而且据我观察 咱们的摄像老师都是穿黑色的衣服 对 因为要跟背景融在一起嘛 对 所以这个不愿你了 你穿黑色的衣服躲在那么大一个机器的背后 所以都被机器挡住了 然后你又戴一个这么大的眼镜 所以你几乎就隐身了 但是你今天勇敢的可以站到台前来 真的特别钦佩你的勇气 谢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遗像 大家好 我叫许建聪 今年23岁来自中国香港 我现在在上海一家广告传媒公司 担任前期派设部的工作 那我有过两段的感情经历 其中有一段是在一起三年 最后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长大了 所以会觉得有不适合对方的地方 最好还是分开的 我现在有可能就是心里希望对方的样子 就是眼睛大大的 然后开朗 比较喜欢玩的 活泼一点的女孩子 想念每秒再珠色深眉 好了 tecn程呢 你已经老上就老到你了 不想自我生活 东西呢 我下次如果你的眼眶 你会笑我再会笑 新城呢 diboy 你不是香港来的吗 怎么妈妈上海话说这么好 你也会唱上海话的歌呢 我妈妈是上海人 那爸爸呢 爸爸是香港人 所以她这个粤语跟上海话都说得都很好 那你小时候在哪边 通常念书会在上海念 但是我每年寒假暑假都会回到香港 我有给女嘉宾有带礼物 带弹塔 因为录节目很辛苦 你真不愧在这个舞台上 工作好长时间 因为她太了解这里面有一群事故 哇塞 还有饮料 因为之前看节目说因为没有饮料 便是之前的男嘉宾学学 男嘉宾你为什么不是三号机位呢 以后我们这节目可以放在SMD食堂拍摄 这样更方便一些 好意 好 你们慢慢吃着 我们继续翻开复课牌 来看看还有什么信心 原来小陈在我们这儿干的时间确实很长 他既做白脸条一的摄像 也现在在做生动亚洲的摄像师 年薪十万 他说重庆森林是我的家 对 因为我在香港是住在尖沙嘴重庆大厦 重庆森林就是王嘉伟导演 在我家那张大厦拍的 你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生活的 对 从小到大 这个姜葱炒蟹 我有做 但是有可能女嘉宾又不是很方便 所以是专门靠了两位主持人 给我们俩准备了姜葱炒蟹 对 他们吃蛋汤 我们吃姜葱炒蟹 我今天早上做这道菜的时候 手上就蛮烫的 洛老师 这是你今天做 这菜就受伤了是吧 对 因为早上比较急 所以水没有沥干净 所以就爆油了 弄弄我们都不敢吃了 都不忍吃了 岂有不敢吃之力 洛老师你先来 好吧 我们就拿手吧 好吧 你帮我拿着话筒吧 洛老师我比你会吃 你挑的是壳 你那壳留下来的东西在我这呢 我们这样 我们待会呢回去 我们这个石头剪刀布 我们俩决定这个壳是给谁吃的 吃得够狼狈的真的 这个小陈专门说了一句话 叫睡觉呢不开空调 对 因为我睡觉不爱开冷漆漆 你不会吧 对 这样我现在在上海 晚上也不睡什么席子 是怪羽绒被的 你这个恋爱干羽绒被 对 是最薄的那种 三福天了 对对 好吧 恋爱过两次 都是因那个女生劈腿而分手的 就有可能我有时候会一直工作几个月 之后我会想放松 也会想不想工作 那我就天天在家里 那时候女生会受不了嘛 就会离开我 比较宅 对 可是你看你第四张牌我就不理解 你喜欢活泼开朗 眼睛大 好玩 是好玩啊 还是好玩啊 性格比较好一些吧 好玩的女生 好玩 对 喜欢到处走的女生 到处走走路这样 其实是真的是走路 怎么个到处走 就有 我有一次是从 晚上从外滩走到许家会 坐了四个小时 你是真的要走路 是啊 我想说 你是不是做错机会了 你应该做二号机会啊 真的 你看这第四张扑克牌 这刚说一半 欢迎就说 全体这不是说你的吗 然后我越看越是我 活泼开朗 眼睛大 不管是好玩还是好玩 都是我 而且我跟你说 我不仅可以陪你从许家会 外滩走许家会 我可以跟你跑的 真的 很可惜我是一号机 好急剑呀 这回答 这个拒绝得太活断了 花童 下一位 我可以关牌 你一起 现在可以关牌吗 不可以 男嘉宾 你好 你说的这个是我吗 我挺好玩的 很可惜 我是一号机 我现在特别喜欢二号机的摄像师老师 这个回答可能可以一下子 横贴一刀 对 男嘉宾你好呀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到这工作多久啊 几个月时间 我就说不是我吧 不然他早来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原本是坐在那边的 然后今天突然间坐到这边了 刚刚好就可以被一号机拍到了 结果你从一号机后面出来了 对 所以你也确认这个人不是你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目标又小了一个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说你喜欢到处走的女生 我想肯定不是我 所以目标又小了一个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是那个摄像师吗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生活中会拍照吗 就是你 我也是摄影师 摄影师对吗 然后你喜欢走的话 是不是在那个就是走的时候会记录一些 对 会到处拍一些照片 这个我还蛮欣赏的 谢谢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那不归你管 到这儿来 好香 你看就算没可能动作 大家都觉得好像看出点端倪了 你看啊 咱们一个个在排除 大家说赵杰说不是他 小军是从那边过来的 不是他 张文嘉上礼拜才来 所以也不是他 基金说也不是他 现在也就是陈丽艳 孙曼青 黄文蕾和胡舒涵 这四个人当中有可能有一个 等一下 美姐 你这一看就属于走的 没有像刚才那么主动 你犹豫了 你们真要测试 十六遥控器一块掉 快点谁呢 好 我们来为他投票 各位 三 二 一 看一号机位的人全翻了 二号机位的人还留那么几张 是考验男孩子的勇气呢 还是信心呢 还是耐心呢 接下来你可以选看某一位女嘉宾的微笑 我想看黄文蕾小姐的鼻息啊 这是学念呢 还是经意呢 大家好 我叫黄文蕾 今年24岁 来自上海 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是网络编辑 负责传购文案的上线图片 基本字编辑 我特别喜欢看漫画 最喜欢的漫画就是海贼王 我是一个超级超级吃货 我可以从早上吃到晚 可以一直不停不停地吃 你看我的脸就知道了 我希望我这样能找到男孩子呢 是一个有一定的生活品位的 然后对自己有要求的 有上进心的 然后有自己的理想的 这样一个男孩子 好 猜完了 接下来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了解其他人 我觉得我不用提问 你连提问都放弃了 对 我放弃 目标就完全 对 大耳朵都能猜出来了 对 那好吧 那接下来就是你提出 基本要求的时候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基本要求也放弃 也放 我觉得应该就是 要求也不提了 对 要求也不提了 电脑速飞那个你还看吗 我不看 我不相信电脑 我们的电脑实准 实不准 对 经常不准 实准 实不准 对 我也不相信他 那万一准了呢 万一准不了也不行了 那龙老师怎么办呢这事 很明确了 但是另外那一边 还有人在跟你留牌 而且我觉得真的跟你有一件很合适的地方 对不起 可是我不是三号棋 请关牌 真关了 全关了 我可以告诉你 全关了 你盯着那位女孩也关了 你打算怎么办 表白 大家其实已经知道了 就是十三号黄文蕾 有请黄文蕾 你好 我觉得是过来跟你表白的 我知道 对 然后因为我有看过你的微博 每一条都有仔细看 然后我是觉得 因为你眼睛大大的 所以我教你应该是 比较好玩的性格 对 然后我也知道 你平时录节目会录到很晚 所以会比较辛苦 我有为你准备 你喜欢吃的珠谷丽蛋糕 因为我有认证 你看 集体 蛋糖 我们俩 姜葱 炒蟹 然后黄文蕾就是蛋糕了 因为这个珠谷丽我很喜欢 然后在香港也有 这样你现在吃 好紧张 好 回到 回到这个位置 能做得太老 真的 黄雷 我要问问你了 一开始 大家似乎都已经感觉到是你的 你自己觉得是你吗 我觉得不是我 因为其实我说过的 像我爱情宣言说的一样 我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我对自己没有非常大的信心 你就觉得好像 你是个不起眼的小姑娘 她不应该关注到你 但恰恰 她关注的就是你 你此时此刻心里面 是不是有点 其实有点意外 我看你还拿了一个小礼物 是因为 我一直都是在一号机 然后每次都会有拍 那个嘉宾的反应 我就会一直 就不自然地把机器放在 黄文蕾小姐的那个画面上 然后每次 那个导播会跟我说 换一个人换一个人 我都拉出去又拉回来 后来好几次她就骂我了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折爱心 在家里有折 然后我每次想你的时候就会折 然后直到今天我觉得 我对你的感觉应该已经OK了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从后面的摄像机上来 跟你表白 好浪漫 这是我 真的 这是我每天只有的爱心 对 希望你可以接受它 包括 天哪 这真的难以抗拒 然后 我每次都是在一号机后面看着你 我想说 我不希望下次我在一号机前面 再可以看到你 我建议一定要带你走 希望你可以接受我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来 来 接手 可以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真的 送给你们天王丰门幼稚图卡 价值三千元的旅行线 帅航小出宝 还有蓝标黄金送上的精美饰品 昨天醒来 昨天醒来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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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郭老师 我觉得看他们离世的背影 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没错 这小伙子表态极其果敢 是 快速有效率的一个人 现在我觉得特别得认识 其他的那些摄像都长什么样 说不定下次上来就是阿姆 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天窝蜂蜜柚子茶 独家冠名播出的百里条一 看这个节目的男同胞 你可以登录一下 新浪微博的帅康集团 参加帅康执行评选 如果不想真功 你将要接会到现场 和你新的女嘉宾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好 我们欢迎下一位女嘉宾 入座13号席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万超 今年25岁 来自黑龙江 现在在上海工作 是海关的一名公务员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不一定撕心裂肺才叫爱 舒舒服服也是真 好了 我们继续欢迎 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男嘉宾陈世珍 28岁来自上海 是电器公司的职员 大家好 我叫陈世珍 今年28岁 来自上海 我是在一家大型的日资企业 做网络营销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失去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 谢谢 你刚一出场 其实就体现出某种 这个韩式明星的范儿 你画的这什么意思呢 我画的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然后第一个是春天的樱花 第二个是夏天的海洋 第三个是秋天的枫叶 第四个是冬天的雪花 我想带着我心爱的人 一起去看这些 在每一个季节 真的够浪漫的 但是能不能 获得这份浪漫 得看你今天有没有机会 超过70票 我带来了一首歌 抓不住爱情的我 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 而我不是其中一个 爱要越做越勇 爱要肯定执着 每一个单身的人 没看到 想爱就别怕伤痛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 相爱的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一个多情的痴情的 绝情的 无情的人 来给我伤痕 孤单的人那么多 快乐的没有几个 不要爱过了 错过了 留下了单身的我 独自唱情歌 恭喜你 陈辰辰 76票 单身情歌 目标非常明确 找一个相爱的人 告别单身 这个人会是几号 她 那这样 陈辰辰 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电脑 看看电脑 我们一选的 这位女嘉宾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五 好 各位女嘉宾 对 陈杰仁印象如何 来告诉我们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上台的时候 特紧张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一上来 穿这个衬衫 我就特别喜欢 穿衬衫的男孩子 因为在舞台上 我做了几期以后 只看到洛老师 他穿衬衫 然后你是第一个 穿衬衫的男嘉宾 我感觉非常的好 下面的话 我想想再说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首先第一印象 我对你感觉不错 第一 因为你皮肤有够黑 我喜欢皮肤黑黑的 谢谢 然后我也是衬衫控 另外你小眼睛吗 我 小眼睛吗 你能走近一些吗 可以 你是有画眼线的吗 今天 内眼线吧 这个事情我解释一下 我其实有个绰号 叫眼线男 因为有很多人会问我 是不是画了眼线 然后呢 其实真没画眼线 这是我天生的 真没画 刚才他在唱歌的时候 我也觉得怎么眼妆画那么浓呀 走近一看 我跟陆老师可以给各位女嘉宾证明 绝对没画 可能是睫毛比较浓密 然后会显得这张黑 对 真没画 让我再夸你一句吧 你身材比例不错 肩宽 窄臀 但是有一些功 稍微挺一挺就好了 更好了 好 谢谢 加油 好 来看前一天的名字 大家好 我叫陈时珍 来自上海 今年28岁 在一家日资企业 担任网络营销工作 主要负责全欧型的网络销售工作 我曾在日本留学工作五年 在日本是主要从事婚庆后期工作 平时也在家会做一些后期剪接 空间时呢会弹弹吉他 看看书 我喜欢像离子一样的女生 拥有甜蜜的笑容 可爱的外表 希望在今天的相遇 是个美好的开始 陈时珍很有责任心 然后的话呢 会给人带来温暖的一个大男孩吧 所以呢 选择他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 最主要是他还很帅 好 完了 我们接着翻开播客牌 继续聊一下陈时珍 原来他不仅是在一个 知名的日企公司在上班 他本身也是九州公立大学毕业的 年薪十万 对 我在那边读了两年的那个大学 经济学 哦 呃 四十度 三十六小时 十几瓦 二选一 我只看动了最后这句话 这四任是宋承线 啥意思呀 这都 四十度 呃 是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里 突然有一天晚上呃 发烧 发到四十度 因为是毕业以后嘛 我所有的好朋友 应该已经回国了 然后就一个人 在那辈子里 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体力了 已经 已经快就是 烧得不行了 对 已经烧得不行了 然后我就自己这样忍 忍着忍着 就睡着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怕自己 就是这样一睡睡过去了 因为脑海里都呈现着 像电影一样的各种画面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迷迷糊糊醒过来 突然发觉自己还 还活着 还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以后没有 没有什么事能阻挡我 我不会再怕任何的事 我已经死过一次 活着真好 是吗 对 差一点 克死他乡 三十六小时 三十六小时是发生在 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有一份非常紧要的工作 交给我 然后我从早上九点开始 就一直做 一直做 没有休息过 一直做到第二天晚上九点钟 一共十三十六个小时 正好把这样的事情给做完 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 十几把 十几把 是打了江湖的十几把 不是 不是 开个玩笑 十几把 是我也有个 很大的缺点 我总是把伞给弄掉了 自然宋春仙就不用说了 他认为自己长得 或者别人也认为 你长得有点像 基本上没人认为 我长得像宋春仙 只有我认为 我自己长得像宋春仙 今天我算瞎了眼 练过两次 叫我来党 和背第三者两次 我来党是 一起留学的一个女生 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想不到有一天 有男生来追她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心里有一股 很难受的感觉 她也说她不喜欢那个男生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男生 跟她说 你不要来找她 她不喜欢你的 很多男生喜欢她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打 后来你们俩好了没 后面好了 就这样好上了 然后好了两年 她喜欢孝顺 会打扮身材比例好的女生 对 好 来 各位女嘉宾可以交流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当你写第四张 播客牌的时候 你心里看见我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 你肯定是个很孝顺的人 我知道这个 我妈也这样夸我 身材比例的话 还不错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妞妞 然后一直关注着你 然后最近我真的想 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最近是不是出什么事 有什么心事啊什么的 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呀 哇 男嘉宾我觉得你人特别好 长得又帅 任何方面的都很好 男嘉宾你好 你说你想找个那个孝顺的女孩 对 我就很孝顺 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出国的这段时间 和包括你回国以后这段时间 你是怎么做一个 做儿子的这个责任的 照这个四十度来说吧 我其实不想在节目上 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过 我的爸妈 从来就是保密这件事情 报喜不报忧 对对 其实我真的是 一直埋在心里很久了 你这个我懂 然后每次回国 会买很多东西 那有可能很多东西 我都是自己不舍得买 然后看到 爸妈想要这个的 会直接买回去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说 被第三者的这个事情 我可以理解成为 你谈恋爱的话 是你特别相信 你那个另外一半吗 对 前面因为我没有说 被第三者两次嘛 是第二份感情 第一次的话 就是一个星期以后 他告诉我 他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那那个时候 我给他一个抉择 那是我还是他 然后他选择了他 但是过了一个月 他说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所以我又去找他 但是 在2月14号 情人节那天 他突然给我一句话说 对不起 我要陪他 这种女人 不要也罢了 没什么好留恋的 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 好 来 请为男嘉宾投票 愿意支持他 请为他留牌 不愿意支持 请翻牌 好 那接下来 请你提基本要求 顾客牌挺多 有七张 最多可以提这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平时一直穿牛仔 长裤 不太喜欢穿裙子的 女生请翻牌 喜欢穿牛仔裤 或不喜欢穿裙子的 请翻牌 那希望女性气质 更强一些 这你也有问题 穿牛仔裤怎么了 有很多女孩 还觉得穿牛仔裤 恰恰能够体现出 她的美妙身材 第二个要求 很粘人的 盯着很紧的 很粘人的 很粘人盯着很紧的 请翻牌 还有吗 最后一个 喜欢看男友手机的 请翻牌 我之前谈我两次恋爱 我以前都不会这样子的 后来我第二男朋友说 你为什么都不看我手机的呀 你是不是不太在乎我 就有些男生就这个样子 就觉得你没有管他了 他可能觉得这心就散了 然后就从上一段恋 恋情当中 我养成了这个小习惯 但评论也不是很很高了 好 那没有要求了 还有女嘉宾为你亮牌 所以我们要请这两位女嘉宾 做选择 如果支持请留牌 三 二 一 好 两位女嘉宾选择小陈 有请五号 十五号 两位女嘉宾好 两位女嘉宾你好 你好 在我表达我的心力之前 我想先唱一首歌给你 送给你 谢谢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日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 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谢谢 谢谢 就是好紧张啊 最后一句歌词我都不记得了 我就想说你一出场的时候 然后我都眼前一亮 首先我挺喜欢男孩子穿衬衫 因为我觉得比较的稳重 然后我喜欢男孩子壮壮的 然后还有就是你很孝顺 然后我也是个很孝顺的女儿 所以刚才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俩心灵上 是有沟通的 然后有些方面会很像 还有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 一直是被照顾的女孩 之前的男朋友都很照顾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你说你生病发高烧 然后我就有一种 特别想照顾你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就只有一个答案 那个就是喜欢 所以我今天鼓起勇气 站在这里向你表白 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谢谢 好 谢谢女嘉宾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看到你就觉得像一片镜子 可能孝顺也是一方面 就是你说你一个人在国外 我是一个人在外地 就我也是报喜不报忧的 然后包括我刚刚也问过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你的另一方 虽然说你现在可能有所改变 但是我相信你还是比较想相信对方的 对吗 所以因为我前一个男朋友 就是因为不相信我 虽然我没有做认识 但是他不相信我 所以我对我的另外一半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相信 所以我觉得看到你就有很多要求 我觉得很符合我 所以我应该往前慢一步 站在这里争取自己的幸福 而不是静静地坐在那边坐等幸福 谢谢 谢谢两位女嘉宾 先稍等一下 陈生你别着急 这俩姑娘其实都不错 但是今天我跟你说 电脑还为你选择了一个人 先问一下 你愿意不愿意再和电脑选定的这个人 有一个二十秒钟接触机 我愿意 好 那我告诉你 电脑为你选择的这个人 就是七号 十元王 健康美丽 天窝茶庄 动情时刻 我们计时 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动作 时间到 好 十元五 来 请告诉我们 你愿意给他机会吗 对不起男嘉宾 我通过这二十秒钟 我没有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 所以你不愿意给他机会 庆会 所以接下来就由你来决定 是否要接受我们五号和十五号 周成璐 以及孙曼青的选择 第一位女嘉宾 我很感谢你今天的站出来 你是我想要找的孝顺的女孩子 但是 我看到你的话 没有心跳的感觉 所以对不起 明白 谢谢 然后这位女嘉宾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今天是为了一个女孩子要来的 所以也感谢你对我的表白 希望你也尽快能找到一个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周成璐 两位请回 那也就是说你把两位的选择都拒绝了 你还是要选择你刚才按在我手机上号码的这个人 是吗 我依然选择他 你依然选择 这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 刚才其实 你已经得到答案了 对啊 还坚持吗 对 我坚持 他选择七号 十元五 请 你好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爱干净 很守规矩的一个女生 也不喜欢迟到 我这个人呢 其实跟你想要的完全是相反的一个人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今天上台前 这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就能想到我 好 十元五礼物接受了 那人你接受吗 请告诉我们 男嘉宾 当你说你以前一个人孤立定的在日本 生病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亲人可以照顾你 关心你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人挺过来 我觉得 我觉得 你是一个坚强的男孩子 我听得很感动 被男嘉宾的经历 所感动的十元五 会给男嘉宾一个掀起他手的机会吗 妹 我把你锁好了 记住啊 锁好了 上周男嘉宾的匿名书记 是为了佟丽轩 赵洁 吴书涵 还是杨红 究竟他是谁 你是一个坚强的男孩子 我听得很感动 但是和你的教育之中 你给我的感觉 总是守了一种坚定 慢慢地接触之后 可能因为你对你自己感觉的不坚定 你对我丧失了自信 或者对你的感情也丧失了自信 这时候结果是不好的 所以你选择的是拒绝 是的 非常抱歉 谢谢学员五 礼物接受吗 你能接受我的礼物吗 我希望你把这个礼物 还是给你将来的那一位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资格 接受这个礼物 谢谢 请拿回你的礼物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好了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如果爱那就用心去爱吧 笔板 我今天换了是两支笔和一本书 但现在没有任何的内容 我希望跟我未来的那个他用两支笔去记录下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将来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目前33票有什么方式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歌舞表演吧 但是这段舞蹈的话 我如果一个人跳的话可能会比较干 我希望今天请三位女嘉宾跟我一起来跳 咱们会跳舞的女嘉宾很多 那我就选一号童雨轩 二号余欢和八号妞妞吧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着让我从她回家 划过去吹缩成一段声谎 然后笑彼此一样一杀 我们怎么在乎她却被她全部抹杀 越痛她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她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 还是说好全忘了吧 找一个千年十年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家 当你我不小心就想起她 就在记忆里换一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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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我可给你长分不少 无形的担心我就出来了 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失恋阵线联盟 知道就好 他们三个还特别高兴 你们下来表演了 其实给你们上了一套 我相信她选择的那个 也有可能在这三当中 也有可能不在这三当中 来 看一下是 7号 好 我们就请这冷兵 按一下电脑 看看电脑为你选择 这个女嘉宾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这次会不会准 联盟吗 好 各位女嘉宾 孙颖轩 从你开始 失恋阵线联盟的成员 男嘉宾 你好 我怎么这么点倍啊 我开始她每点每点 在这儿跳了 你看我最后一个 老腰都快闪断了 你不知道这何叫这名字 我不知道 辛苦你了 老肉我就不跳了 你要对我负责 好 老山 你好 你好 你是东北人是吧 我是沈阳的 我们还是比较近的呀 然后刚才跟你合作一下 觉得那个胳膊腿 好像松了一点 然后你穿的也很有型 觉得你性格 应该比较开朗 接下来多点了解 三嘉宾 你好 我也是东北的 我是黑龙江的 你好 很近 你好 你是黑龙江哪里的 是牡丹江的 那离岩边很近 是 是很近 你是岩边的 然后我觉得你长得 一点都不冷 我看你这张脸 就觉得脾气特好 对吧 对 我蛮喜欢这一个类型的 你可以多关注我一下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冷广星的微笑 大家好 我叫冷兵 来自北京的吉林人 今年31岁 目前在杂志社 担任设计总监 一直在杂志社的主要工作 就是板式的设计 信息图表的制作 以及团队的设计 指导工作 工作中是一个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 非常努力的人 所以从美术编辑 一直做到设计总监 生活中 我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 兴趣爱好不是很多 喜欢旅游 每年都会到一两个地方 走走看看 希望女朋友是一个 有理想 有目标 有追求的人 成熟 稳重 最好是长发 补生 屏幕上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太像 可能穿那个苹果绿颜色 显得更本类一些 年轻 好 我们再翻开出货牌 看一看还有什么信息呢 好 是吉林大学 广告学的毕业生 现在在一个杂志 担任设计总监 刚才我问了一下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财经类的杂志 现在年薪二十万左右 住过庄家砍过柴 你是农民出身 对 因为我从小是生长在农村 在高中之前 基本上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扫过楼 扫过楼是我曾经大学 刚毕业的时候 为了想锻炼一下自己 然后找了一个销售的工作 所以 不是 不是这个人扫了 对 对 是一个龙面 一个龙面 推销 对 对 对 这能锻炼出来吗 原来见到陌生人的时候 不好意思 对 害羞 特别的害怕 然后不知道说什么 电视放开了 对 对 有严重的强迫症 这个我们有点担心 严重到什么地步 经常比如说锁完门之后 再返回去看一下 到底门锁没锁好 而且我很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比如说关门之后 可能走出小区 然后再返回来 然后更严重的一次 是我已经到了 要坐车的地方 然后再返回去 最多的时候 又会有三次的 这样的重复的过程 这个你比较严重了 我们这个上海 有一个非常著名 划纪演员 叫这个阿庆 陈国庆 他告诉我一个方式 怎么办呢 每次你锁好门 为了强化一下你这个 自己这个记忆 你必须要在楼道里 大喊一声 门 我把你锁好了 记住啊 锁好了 他再出现 没问题了 因为他已经跟门 对过话了 锁好了 那汪老师我有疑问了 他出了小区 我刚才喊了 好 继续看下去 恋爱过两次 你有多访问唱歌 因为自己这个唱的 一首歌而分手 对 就是 曾仲基的 别爱我 我发现他好会选歌 今天来相亲的人 唱失恋阵线联盟 跟你朋友谈恋爱 谈得好好的去 K歌 唱一个别爱我 你有一条这个 没有 当初是 吴奕宗 点了这首歌 跟我认识的时候 他跟他前男友 刚分手不长时间 然后 我呢 那时候刚到北京 第二年 比较没有自信 然后工作 生活都没有到一个 很好的状态 然后就当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想了一下 可能没有做好准备 不应该再继续走下去 就你这首歌 反而勾起了他的思索 认为你们俩 这首不应该谈恋爱 所以分手 瞧你选的这歌真是 他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是身高 一米六零以上 大得咧咧的 长直发的女生 对 像你李老师 这个卷毛头就不行了 估计可能就够呛 我这个爆炸头 已经引起了 很多人的飞意了 长卷发就不行了 像钟涛这样的 卷发怎么样 也不太行 那就是喜欢妞妞 这样的长直发 可以 比如像这个 张文家这种 稍微有一点卷 稍微有一点 它上面的还算是直的 这可以 好 来各位交流吧 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 就是你在那个VCR里面说 你想找一个 成熟稳重的女生 然后我觉得这都是 我们选男嘉宾的 一个要求 难道你不希望选一个 那种活泼可爱的 那种女生吗 成熟稳重是哪里来的呢 我不太喜欢那种 过于活泼的女孩 就是稳中有静 静中有稳的这种 要求蛮高的 蛮全面的 这个地方倒也挺多 这种型的 我不是 因为我还有海关工作的 我的公务员万冲呢 男嘉宾你好 第一印象觉得我稳重吗 到目前的判断是可以的 嗯 小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你打算长期在北京吗 还是以后还是要回到你的老家 原来来北京的目的是 想那个学平面设计的嘛 然后准备待几年之后 可能回长春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一类的 但是来了北京之后 发现可能跟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还有一点很骄傲的事情 自从来了这个公司之后 我是从很普通的美术编辑 通过自己的努力 每天比别人去得早 然后下边比别人走得晚 一点一点坐上来的 嗯 就这样说吧 在这家杂志社 做到设计总监 其实已经是相当 具有一定水准的 特别在北京 这个情侦非常激烈 就要让轻易放弃 这家杂志的设计总监 也是需要一些些的魄力的 好了 接下来来为他投票 各位 三 二 一 还不错 你复刻牌挺多有八张 所以你最多可以提满八个要求 不喜欢手出汗的 请翻牌 请问你手精神出汗吗 对 我手会经常出汗 果然 亮晶晶的 然后一紧张的时候 出的汗会更多 不喜欢男生有手汗的 请翻牌 还真 真好多人不喜欢 好几个都翻了 下一个要求 还有吗 经常迟到十五分钟 以上的女生请翻牌 迟到十五分钟以上的 请翻牌 好 没有 来 还有吗 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那么我们要请 还为他留牌的女生 做一个选择 三 二 一 好 为你留牌的是 十三号 万超 来 有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百里的舞台 相信你对我不了解 我想告诉你的事 从你一出来 就给我很舒服的感觉 我没 我没有想到就是我要的那种感觉会这么快出现 我应该说是符合你想要找的女生的标准 我感觉自己挺成熟稳重的 而且平时也都是长纸发 今天是这个造型的需要 我也是从东北来到上海的 然后大学的时候 就是以不错的成绩考到上海这边 然后经过了两次公务员的考试 就参加过两年的考试 然后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另外你说你不想等女生等太久 我是一个不喜欢等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等我的人 所以我不会让你等 希望你能考虑我 好 先不用回答 因为刚才电脑还为你选择了一位女生 你想不想和这位女生 有一个二十秒钟的接触机会 我想不用了吧 不用了 哦 看起来你要有所决断 究竟是不是你要选择你对面的这位 很高兴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地方 都是东北人 但是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两地 我想因为北京上海距离很远 我喜欢的那种恋爱的方式 就是每天能见面 然后更多的是沟通 地狱这个东西 应该是不会我考虑的 很抱歉 没关系 我希望你能找到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好 谢谢 谢谢万超 来 两人握个手 交个朋友 你看 还注意到小细节 赶紧在裤腿上擦擦手汗 看很多女孩子介意 那么刚才电脑为你选了一个 洛老师问你要不要选择 看一看 你说不要看了 真的我觉得放弃了挺可惜的 因为电脑给你选的是二号余欢 你自己选的也是二号余欢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余欢有请 你好 看了你几期节目 然后对你有一些了解 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然后首先我们都是东北人 生活习惯上有一个共同性 另外我们都是独自一人 到北京去工作 然后打拼 我知道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是很艰辛的 承受着很多很多的压力和痛苦 当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在生活上无助的时候 在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 我能体会到这种心情 还有你的感情经历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跟你的男朋友分手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 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我跟我第二个女朋友分手 也是无言的一种结局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能在一起 然后第三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我也是 年初的时候 我母亲 就像你所说的 可能别人在放鞭炮的时候 在过年的时候 你却 所以我母亲也是在这个时候 被查出可能患有脑部疾病 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也是深有体会的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我今天带来两支笔 就是我一开始上场时候 画的那两支笔 然后我希望送给你 然后我希望你送我一支 我先换你拿住好吗 我送你两支笔的意义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 在东北的时候没有交汇 在北京的时候没有交汇 但是在现在这里 我们有了焦点 我希望我们的交汇 不只是现在 希望是永远 我先谢谢男嘉宾 首先呢 你是第一个跟我表白的男生 其实我也是很难忘的今天 你说我笔的意义 我也其实也明白 而且你真的是很细心的人 我觉得我可能有很多地方不足 你既然看过我第一期的 那个《谁能摆里挑一》 你对我的所有的细节都有了解 尤其是我那个 我爸去世那一段 你都很清楚 那些辛酸的工作经历 我都是能感同身受的 我其实就可以感觉到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但是我觉得 就算是有一些共同点 也不能说我们 就真的是可以走到未来去 我只是觉得 我非常欣赏你的人 和你的生活 和你各方面的精神 但是我本人觉得 你没有给我带来那种心动 让我觉得 我看到你我就有那种 我真的很有冲动 我其实是个很直接的人 今天说了这些前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很对不起你 但我只能说 你确实是一个很棒的男生 我希望 这个笔 有适合的女生 跟你一起去画你的未来 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 那是我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很抱歉 谢谢你 对不起 谢谢 那余欢是把笔要还给他 对吗 对 我要还养殖笔给你 好 希望送给你 来送的人 谢谢余欢 冷冰 那么我们也只能祝愿你 找到这个笔的主人 和他共同出现未来 好吗 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 好 接下来还有一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也是我们整场 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男嘉宾 他究竟是谁呢 上周百里现场 寄来一封男嘉宾的匿名书信 新竹表示 想要重返节目 再次向心仪的女嘉宾表白 当时有四位女嘉宾 分别认为书信是写给自己的 而现在这位男嘉宾也终于来到了现场 还是为了佟一轩 赵洁 吴书涵 还是杨红 究竟他是谁 来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李中伟 大家好 罗姓老师好 林林老师好 你好 刘文嘉宾好 我们等了半天 原来竟然是你 我们等了一周了 是的 今天我来是带走我的小丸子 一脸的幸福状 真的 所以在牌子上画一个小丸子 那封信发给我们之后 有没有点忐忑 其实措辞想了很久 就是怕节目组会忽略这封信 不会忽略 我们有成人之美 但凡有诚意的 都一定会满足对方的要求 但是你重返这个舞台 你知道你胜算的把握有多大 不管胜算的把握有多大 我想试一下 那就由你来接破这个谜底吧 他究竟是谁呢 是六号杨红 杨红 杨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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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真的好美 太直接了 就是真的 好 我说一些我该说的吧 上一次在百里的舞台上 我们有些互动 你说完你九点睡觉的习惯 但是后面那句话我也注意到了 你希望你的另一半 可以给你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 所以说今天 我买了一套香薰 是助睡眠的 还有另外一款是缓解心情的 你说你好像丢了你的微笑 谁能帮你找回来 我想帮你找回来 说实话 当时你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你多多少少 对我有那么一点的意思 但是 我失败了 回去之后 我发了一套微博 我说 那天我跟着我的感觉走了一次 好像一场梦一样 然后我爱她了你 然后你没理我 我有看到 当时我就想 可能人家女孩 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之后 其实是留了联络方式的 我就心想 那既然这样 我们做一个朋友 其实也挺好的 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有给你发短信 打了电话什么的 无非也就是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我最近说实话 生活和工作上不太顺心 可能你觉得没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你的每一条短信 每一条鼓励的话 都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 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 作为一个27岁的男人 可以 收到某些人的短信的时候 然后 自己偷着一个人 看着屏幕 傻呵呵地笑 可这真的发生了 我就是那个傻呵呵的男人 你每天晚上九点睡觉 我可能晚一些 十二点 但是你知道吗 杨红 我自从认识你以后 我觉得每天晚上九点钟以后 是我当天 最寂寞的时光 因为这个我现在 我的自己的作业时间 已经越来越早了 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寂寞的感觉 我想让它短一点 杨红 你有很多优点 这些优点已经被 无数的人 罗列过了 今天我不想说 我今天站在这儿 我只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感受 和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你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的 就是你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那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我对你的印象是不错的 但你知道我最后拒绝了你 甚至没有给你留牌 是因为一个原因 在刚才的交流当中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谈你之前的 这样一个恋情 我并不是不能够接受你之前的恋情 我只是觉得 每个人都有过去 你如果还把它放在心里 每天去想 然后记忆犹新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两个人谈恋爱 不是三个人 不是四个人 所以说 我希望你能够放下 你之前的感情 或者其他人的感情之后 再来寻找你的真爱 那我不知道 你现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 其实对于这件事 我不想解释太多东西 我觉得解释就是欠收拾 这句话是我说的 对 这句话就是你说的 其实我今天上台 最大的心愿就是 把你一起牵手走下去 我其实 有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 但是你能答应我条件吗 你能把眼闭上吗 我倒数 你在睁眼 为了杨红 重返百里的李中伟 究竟精心准备了什么精灵礼物 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三 二 一 睁眼是吗 可以睁眼 对于这些人都为之感动 对于这些人都为之感动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收集春天的细雨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寻触你眼中的情谊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踏遍万水千山 飞遍海角天阳 任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 我们最美丽 最美丽的回忆 好想好想 其实我想跟你说 很多男人都梦想过 自己另一半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幻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直到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 我想象中另一半的样子 如此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 就是大屏幕的这张图片 就是这张 我知道这是表白 不是求婚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今天把你最喜欢的这件婚纱 带到现场 是因为你在你微博里边 说了这么一句 你说 这件衣服太美了 我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定这件 我把它拿到现场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就是我情感 情感路上奋断的目标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开始一段感情 有朝一日 我们带着这件漂亮的婚纱 一起去希腊 我觉得他太有心了 把你最喜欢的这款婚纱 带到了现场 让我先说两句好吗 好 是我拖着 还是你拿着 我来到这个舞台上之后 其实也是有挺多的男生 上台向我表白 其实和你一样 他们最开始说的是 然后我很欣赏你 我觉得你很知性 你文化水平可能比较高 然后也比较理智 其实这些话我听的 虽然是夸人的话 但我听的并不开心 可能有些人说 你为什么要求那么高 夸你还不好吗 但其实虽然我在台上 是这个样子 但我的心里 其实还是和 普通的女孩一样 我可能想听到的话 就很简单 你很漂亮 你很美 我很喜欢你 就这样就够了 我从你刚才的表白里 听到了 我想听到的东西 所以我心里 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但是 别对李仲伟的 真挚告白 和动人情歌 但是两个字之后 杨红到底会给出 怎样的答案 虽然我在台上 是这个样子 但我的心里 其实还是和 普通的女孩一样 我可能想听到的话 就很简单 你很漂亮 你很美 我很喜欢你 就这样就够了 我从你刚才的表白里 听到了 我想听到的东西 所以我心里 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但是 在我揭晓这个答案之前 我也想送一样东西给你 等我一下 哎呦 这个啊 我其实没有想象 他今天没有带领带 然后 先记上吧 好吗 你知道领带什么含义啊 记上了之后再说 我知道领带什么含义 知道就好了 这都像婚礼前 新娘子给新郎打礼带的样子 下午就该是新郎的 新郎为新娘穿风沙了 我看他在打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不太会打 没关系 打得好坏 不要紧 这份心意是无人可以取代 只是目前 打得最用心的一个领带 其实陆老师知道 我在上十年代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我比较向往的生活 就是每天上班之前 为老公系完领带 然后送他出去上班 然后他下班的时候 我就一扯领带 把他扯进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愿意 太棒了 这是一个圆满的结果 我都太棒了 周伟 周伟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你脱着一款婚纱 我和洛老师 由衷地希望 不要过太长时间 让我们看到你脱着 穿着婚纱的杨红 我们一定会 幸福地往下走 然后要告诉你 作为老大姐告诉你 好好呵护他 好到对待他 她是一个 外表看着很强悍 内心很脆弱的女孩 她自己很坚强 很坚定 但她更需要呵护 我一定会记住 你理解的嘱咐 当然杨红 我也得劝你一句 别看咱们中尾是公克儿奶 她有很浪漫的地方 也要通过你的方式 多给她一些浪漫和温柔 记住了 小小心意送给你们 天窝 风明有茶提供的 价值3000元的旅行借 帅康小初宝 和老庙黄金 送上的精美食品 好 跟大伙说再见 幸福地离开现场 大家好 我叫李中伟 我的爱情宣言是 如果有幸让我遇见你 我一定全力去爱 毫无保留 如果有机会牵手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 希腊独迷远 你说你好像丢了你的微笑 谁能帮你找回来 我想帮你找回来 我希望你能够放下 其他人的感情之后 再来寻找你的真爱 今天我来是带走 我的小丸子 杨红 你今天真的好美 我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带着这件漂亮的婚纱 一起去希腊 我从你刚才的表白里 听到了我想听到的东西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愿意 白桥 颖红 来了这么多期了 今天有很多人跟他表白 但是都失败了 我今天把他牵手成功 把他牵手成功 我感觉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有成就感 我就喜欢他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 好了 我们也来看看 今天给我们发来微博 和短信互动的观众 谁可以获得帅康小初宝 停 恭喜以上观众朋友 再次感谢天窝蜂蜜柚子茶 对百里挑逸的独家冠名 感谢帅康 厨房电器 对我们节目的联合赞助 好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 非常圆满 我们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 东方未知 白里挑逸 我们再见 再见